哈喽大家好 我是汤墨鱼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十神三观和映寿的一些搭配的一个组合 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 是因为上次在一些其他的up组里头 看到人家在分享 关于一些三观配音的八字等等 那么我看老师好像没有讲得太清楚 底下有一些人也在不停地问 到底怎么来判断呢 怎么这个八字是三观配音 那个八字就成了史上涂修了呢 没有讲得太明白 所以我也想特别做一集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讲什么叫做三观配音 那么你可以看到外面的很多人在讲的时候 可能没有太去注重 似乎让你理解成 只要八字里头有三观或者有应兽都偷出天干了 有些甚至没有偷出天干 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就叫三观配音的八字了 按照我们传统格局派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并不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三观配音一定首先是三观格 三观格然后有应兴来自这个三观而成格的这个八字叫做三观配音 举例如下 丁火日主生在虚悦而透出雾土 雾土就是丁火的三观 这就是一个三观格局 三观格局由甲木 这就是一个正印 甲木应兴来生生 那也同时也是可以去知三观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典型的三观配音的一个八字 三观配音的一个八字 当然三观配音的话 我们一般希望应兴是比较强一点的 应兴是比较强一点才比较好 最后应兴不算太强 因为成是甲木的这个是硬库是吧 所以他还是能够得生的 但是总体来讲他是生在虚悦 甲木也不算太强是吧 那么也是有根 弟子也是有根 但是总体来讲甲木不算太强 但还不错 第二个 这个也是丁火日主生在虚悦 他也是透出了一个雾土 因为杂七月如果不透出雾土 那不能直接说这是三观格 一定要看到的透出的 那么透出雾土就是三观格又配了甲木 这个其实都差不多得了 只不过他位置不同 但是也是三观配音 那这个硬呢 甲银一注我们就看到 他自己做下就是他的墙根 所以这个硬是相对来讲比较强的 相对来讲比较强的 好 那么这是三观配音 那什么叫三观蟹秀呢 三观蟹秀的话呢 是在应兽格的过程中 应兽格的过程中 比如说丁火生在影院 那就是应兽格 是吧 正硬嘛 本海鲜还透出了甲木 你不透甲木也是正硬格 透甲木也是正硬格 正硬格里头的出现了三观 那就是蟹秀的 蟹秀用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属于三观蟹秀 在生财了 好 当然这个财啊 这个财啊还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我们说正硬格的话 就怕正财来克制 就怕正财来克制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例 丁火生在影院 又透出了甲木 也是一个应兽格 不过这个就是偏硬了 偏硬也无所谓的 偏硬也透出了石绳和三观 石绳和三观也都是蟹秀的 都是蟹秀的 那么当然这个三观 极丑这一柱 他的三观也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他自己做下 就是他的本期根的 是吧 日柱也比较强 明火坐在乌火上 自作阳润 本身也比较强 那么应兽也比较强 假银嘛 又得月领 自作强根 所以呢 这个应强 身强 三观强 这就比较好了 这个就是这个连的也比较 这个叫叫叫连起来了 对吧 就是相生有情的 所以呢 这个就各局的层次 就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就叫做三观蟹秀 应兽格 应兽格史上都是 基本上是可以用来蟹秀的 那么有一些我们就看到的 他也有三观也有影 但是我们不能称之为他三观配音 当然外面其他一些门派的老师 可以叫他三观配音 是吧 那可以模糊一点的去做 那我不发表任何的评论 但是在我们这边是比较严格 比如说吉土生在紫月 那就是偏财格 偏财格 我们就不太去了三观配音了 当然了 我们要去分析格局的时候 可以说 吉土生在紫月 偏财格 有时商来生财 有时商来生财 是吧 那么丙火的话呢 是把这个时商呢 这个虽然是时商有点混杂了 但是丙火是去掉了这个商观 留下了这个时商 是吧 那个就取轻了 这这个格局还是比较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正印 是吧 正印是发挥的功效非常大 一是取轻 二是可以生生 是吧 那么这个本身也是成格的 因为财格遇到时商来生的话 这个都是有一个成格的路线 那么又叫上取轻了 其实时生就是用神了 这个我们叫做喜神 用神的话是叫这个财格 是吧 这个格局用神是财 那反正我们一般 一般就这个喜神 就是失神 对吧 当然这个 丙火也是的 好 那么像这种 也是你看 鬼水生在紫月 首先它就已经不是 这个印收格 或者是三观格了 它只能是叫做见路格 见路格里头 确实也有三观 经常会看到见路格里头 三观可能是用来做 做卸修用的 经常的情况底下 但是也要看它 以到底什么来立格 见路格里头 这里头我们用的是正观 是吧 见路用观 用观的话 要么有财来升观 要么有印来复观 这里头财和印都有 所以这个见路格用观 是成立的 那么这个观 被这个三观来克制 这是有一个不好的项 那么好在有这个真印在 真印是可以来自三观的 真印是可以来自观 所以这个还是格局有成的 但是我们不能叫做 这个是三观配音 这个不能叫做三观配音 因为当然在这本来 很多人也不会去论 因为他真印还没透干 像这个是真印透干的 有些人可能会论 这是不是三观配音 在我们这里是会这么讲的 这个都跟大家讲清楚 好 那么同样的概念 还有这个偏印跟实神的概念 或者销神和实神的概念 那么什么时候是有一个概念 叫做销神夺始呢 在我们的格局 传统格局派里头来讲的话 一般是实神格遇到销神 比如雾土生在深月 这就是个实神格局 是吧 实神格局 填干三个销神 那么销神夺始成立 这个是销神夺始 不是成格 就破格 只不过说成立了销神夺始 而销神夺始不是销神格了 是其实实神格被销神来夺 而是比较危险的 那么比如说 新今生在紫月也是个实神格 是吧 那么他透出了个集图 就是销神 那这个销神能够夺始的 无论是他那个底下一个丑土 还是一个位土 他都是这个销神的根 而且是比较强的根 是吧 所以这个销神夺始是成立的 销神夺始是成立的 那么销神夺始 一般来讲的话 必须要有解救 一般是要用偏异 不是偏财去制这个销神 才有可能是吧 那这里头没有偏财 没有偏财 那么他就也制不了 所以这个格局不好 这个就是叫销神夺始 那么也有种就是实神土秀 那我们再来看 实神土秀呢 就是反过来 你应受格 当然了实神土秀 不只是在应受格的情况底下 是吧 比如说剑路格 月节格 也都有可能是实神土秀的 我只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尤其是有销神 有实神的时候 有些人还是会论 什么是销神夺始吗 这不一定了 比如说鬼水生在有月 是偏盈 这个不是透出了 就是有个蚁木 两个蚁木在天干 这就是实神 那这个是不是销神夺始呢 我们在格局上来 是不会论销神夺始的 只能论实神土秀 因为这个是应受格局 实神是土秀的 当然你说 这个一柱 已有这一柱 是不是有结角 对 没有错 有结角 这个有的时候会有 这个盖头 有的时候有结角 这个是互相会作用的 那这个实神 也是会有个结角 这个像 取向的时候 都没有错的 取向我们说是 跟论格局的这个 成格破格是两回事 而且即使是这一柱 蚁木受这个客制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蚁木 还有一个蚁木 但有些人说 那下面还有金库呢 是吧 也会客制蚁木 但是不管怎么讲 首先我们说 这个应受格里头的话呢 实神是土秀的 实神土秀 而且这里头也有一个财 财可以来制一下 当然了 这个主要还是 实神土秀 且神财 走这条的成格路线 这个人是香港的一个 不明的一个命理师吧 好 那么 这个再看一例 庚金生在成月 庚金生在成月 透出雾土 那也是一个 偏映成格的 偏映格 这里头也有个实神 这个实神 也是土秀用的 也是土秀用的 所以的话呢 你说这个是不是 消生多实 有些人说 这个是可以论消生多实吗 因为都在天干上 是吧 能够消生多实 但是在格局上来讲的话 我们不怎么论 因为这个是应受格 实神是土秀的 你在取向上的时候 你说这里头有一个风险 消生多实的风险 是不是在某些时候 硬起到了 会不会脑子里头 有点有些东西 自己的压力 精神压力比较大 或者说 有点想不通 这种做出决定 这种可能是心有的 但是不代表 你这个格局差了 或者说 你这个事业上 就没有成就了 这个是不代表的 所以我们说 取向和格局分开来论 在格局上 这个不论 这个消生多实 直论 实生土秀 大家有没有明白 这个因为应受格的时候 实伤多实来泄秀的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 主要的 简短的讲一下 关于这个 实伤心跟应受心 在格局里头的一个作用关系 不是我们看到了 有实伤心 有应受心 就一定会产生了什么 消生多实 相关配音 这样的一个格局 但有的老师 和我还说 有的老师 不同的名牌的老师 他可能就这么 只要看到有 他就是这么论 是吧 但是在我们的传统格局里头 我们还是说 可能会注意一下 不同的格局 它有不同的一个关系 我希望我是已经讲清楚了 如果有不清楚了 大家可以留言 我们来继续再讨论 谢谢大家 有兴趣的可以关注或转发 谢谢